然後還有準備麻油雞 好 那個今天食物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油飯真的太厲害 好 那我們這一組呢 就是我們的重心都放在雞排上面 所以我們的結果就是 習有雞排英雄今有雞排公投 雞排必萬歲這樣 那 呃 經過我們認真努力的討論 這麼長的時間之後 我們確認了雞排好像真的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就是根據就是黃國昌老師的指示呢 就是如果我們在連署送雞排這個東西的話 似乎可以大大改變這個世界 所以就是先問看你的雞排 你的公投雞排了嗎 這樣 好 那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這是中選會長的樣子 那這是雞排中選會 好 請大家自行想像 對 好 那這個機制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其實可以把公投跟雞排結合在一起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已經在做了 這已經是已經發生的事實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就是公投啊 就是因為如果我們用區塊鏈的話 我們會需要蠻多的算力 那我們就可以讓就是 提供算力的民眾呢 就是可以透過挖礦的方式得到雞排幣 那到這雞排怎麼來呢 我們就可以請廠商來贊助 那這廠商贊助的越多快呢 它在中選會上面的這個logo就越大 拍客機牌可能大家沒有那麼喜歡 就一千塊這樣 然後就是猛甲機牌 最近好像蠻紅的 還有什麼台客機牌之類的 蠻台灣的 那贊助五千塊機牌 就這麼大這樣 好 所以這是去中心化的這個技術 到底要怎麼改變這個事件 我們怎麼跟機牌一起顛覆這個事件 所以這是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以前沒有區塊鏈的時候 大家就只能用那個電子抽張那邊投票 那所以就是現在我們有智能合約 就是你蓋票下去 基本上就是直接就會幫你驗算驗完 所以你就不能說 我還要驗票不行 你現在就不能就是決定 我選舉無效或者是我要驗票這樣 我就不行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沒辦法確定就是說 到底要怎麼樣這個確保說 這個投票的人是在自由意志之下進行 所以就是說 我們就簡單粗略寫一下機牌壁的白筆書 就是蠻機牌的這個白筆書 那就是如果你要發起公投的話 你就需要去尋找機牌贊助商 那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贊助越多機牌的盤面越大這樣 然後進行公投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確保大家的那個自由意志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利用就是 像大家手上很多人都有iPhone 我們就用Face ID登入的方式 就確保就是你不是死人 然後確保你不是就是拿別人的iPhone來投票這樣 或者是其他生物辨識的技術 來確認投票的身份違憶性 然後為了避免你在家裡被人家拿的槍 指說你要支持九個共識 所以我們可以先在投票所裡面進行這件事情 好 那 那個 因為在投票的時候其實算力 顛峰很大 所以就是如果你 願意加入這個算力的行列的話 就是你可以參與挖礦 那 你如果挖到礦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機牌幣 那 數量還不知道就隨便 那你就可以就是根據你挖到的機牌幣 去這個 對應的廠商店家 兌換這個數量 你就可以去發機牌這樣 好 所以以上呢就是 機牌救世界這樣 對 就是一個嘴炮嘴炮 但是希望可以激起大家對 電子投票的一些想法這樣 好 謝謝 好 那個下一位是 是誰 是 是誰